现在为您播放的是正经话 9队正经话只谈中调的事 观众朋友们你好 我是夏家路 在过去这个周末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走一趟世贸去参加台北电脑应用展 人山人海的这应用展呢 在今天就闭幕了 现场的科技产品真的是玲珑满目 如果有趣的话 不晓得有没有嗅到下一波科技新趋势呢 当着电脑 平板 还有手机萤幕变成可弯曲 甚至在未来或许可以像纸一样卷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科技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而当高端的液态金属成为了手机外壳 我们的手机又会酷炫到什么程度呢 最近传出了三星的Note 3 可能会搭载可能是面板 苹果方面也将会在下半年推出多款的新产品 而台湾品牌HTC也将会在下个星期 发表mini版的中阶手机 希望能够在第四季打出亮丽的成绩单 3C市场现在百家争名 下一波的新科技趋势到底在哪里 而从硬体 软体到品牌 台湾的战略又是什么呢 今天邀请专家一起来讨论 可能是显示器技术已经成熟到了进入量产的阶段了吗 当3C产品变得很有弹性 手机跟平板要怎么来界定呢 手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液态金属会不会是下半年各家争名的命令武器呢 自从了iWatch和Google眼镜相继问世之后 这一连串令人惊艳的产品 从云端到穿戴式科技 到底哪一个会是下一波的主流呢 台湾要怎么样来抢时 而由硬体制造转向软体研发 会不会才会是接下来制胜的关键 看到手机市场现在百家争名 连红海都要推出他们自己的新手机 中国小米机现在有红米机要来低价抢士 杀入战场有无止境吗 如果说技术对于台湾厂商来说不是问题 那么问题会是在哪里 开拓产品的出海口 会不会才是台湾厂商的契机呢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是工研院产业经济 与趋势研究中心主任 苏孟宗苏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为大家介绍是 拓普产业研究所所长 杨胜凡 杨所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后为大家介绍是金周刊的顾问 林鸿文明顾问你好 大家好 我们看到了科技产品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用 而到底在下半年会不会真的出现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产品 领导性品还包含了三星跟苹果 接下来秘密武器会在哪里 而另外除了高阶的智慧型手机之外 中低阶的手机又会有什么样的趋势跟战略呢 带来看到下面这条新闻 三星在今年消费电子大展CES上 秀出可折叠可收纳的手机萤幕 利用先进的有机发光二极体技术 取代玻璃材质 让手机萤幕可以任意玩曲 压宝箱何时到达消费者手上 市场传出三星送到印度研发的Galaxy Note 3 有三种版本 分别是5.5寸 5.7寸和5.9寸 搭载可挠式OLED 标准型OLED和一级面板 8月底决定最终推出其中一种设计和尺寸 作为Galaxy Note 3 决战下半年 苹果发布新的作业系统iOS 7 另外苹果还会顺势推出多了点播功能的音乐串流服务iRadio 以及第一款智慧手表iWatch 可弯曲的玻璃设计 还能透过蓝牙和其他苹果产品结合 美国科技网站盛传 苹果iPad以及iPad mini 都会有新一代产品推出 其中iPad 5触控萤幕也更轻薄 至于iPad mini 2则改用 视网膜显示萤幕解析度大幅升级 通次iPhone销售量 苹果甚至考虑推出评价机iPhone 5C 首次尝试中低阶产品的还有红米机 这是小米和腾讯合作发表的新产品 4.7寸萤幕售价799元人民币 首批上市10万只 预定12号开卖还没上市已经引爆话题 TVB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特别要来看一下高科技产业 在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趋势 那么三星在9月份可能会出来的 这个新的机型传出了 有可能搭载的是可挠式的OLED面板 也就是说打开来像平板 折起来就像是一般手机的大小 我们首先想要请教顾问 这所谓的可挠式的OLED 会不会就是接下来三星会推出来的秘密武器 因为从画面上看起来的确实还蛮酷炫的 有没有可能这样子的面板 就是这个产业 下一波的明星的产品会出现 是 我认为 也许它不一定在No3就推出 但是它一定会推出 因为三星在这一个产业 它投资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而且它其实是领先的 我们现在看来就是说三星跟LG 两家公司各有发展的方向 三星是比较着重在 要在手机上面 去做这个可挠式的AMOLED 我觉得这个技术其实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技术 你的这个技术是可以这样折叠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就是说它那个demo袋里面 事实上它也有一个是 就类似像一支笔可以拉开来 这样子的东西 事实上它会有很多的应用 我想一个新的技术的出来 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应用会产生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以后的报纸 可能会很辛苦 因为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Display 显示器 报纸未来可能压力会更大 因为它很可能可以把 这个显示器折起来 就像报纸一样 报纸每天都还要送到你家 都还要浪费很多纸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它当然一个可能的应用 就是说这个应用是 只要你有新的技术 大家都会想办法去做更多新的应用 这是我觉得 在台湾当然是比较落后 我们在可劳市的 我们工研院其实有做这样的 一个技术的投资 但是三星跟LG 他们已经都到达了 这个量产的阶段了 事实上他们在电视上面 LG跟三星在今年 LG在4月就已经推出了 它的这个电视了 是这个弯曲的 大家可能还没有到可劳市了 电视可能也不用这样折来折去 但是它电视它已经也是一个弯曲的 三星事实上在6月 在韩国已经推出了55寸的 这个我们说弯曲的这个电视 它卖价大概是台币40万 接下来7月它在美国也要推出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术 已经建在弦上 三星一定会推出来 因为这个是它一个非常拥有的力机 别的公司是 你看现在的其他的面板公司 是没有办法的 韩国在这样子新技术的 面板的发展的策略途径上 会不会有一点 还是做一点分工 例如说LG 它主要的是放在比较大面板的 例如说像电视显示器上面 可是Samsung呢 Samsung它是不是比较是属于这种 手机上面的运用 是 主要原因是它们技术来源不同 像LG来讲它是属于 它是大的 它不是RGB去做的 它只是背光用AMOLED 所以它是适合做大尺寸 这是它为什么提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 就是你在家里看电视 就像看电影一样 所以它有点弯曲幅度 就好像你在看电影有弯曲幅度 这是它的特色 第二个来讲的话 三星它用的是RGB的 相关的一个制程 所以它适合切割小尺寸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力机点 因为切割大尺寸 其实要跟LGB是有一些困难的 我们谈到像这种可劳式的面板 我们通常谈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所有的智慧型手机 谈的都是渐进式的创新 我两核变四核心变八核心 我画素从500万画素变800万画素 甚至到现在1300万画素 但是现在整个的一个AMOLED可劳式 它是一种破坏式的创新 它可以改变掉 现在使用所有手机的一个习惯 你可以想象说你现在讲电话 讲完之后 啪啪 这边就是变一个手表 是 然后你需要的时候就看一看 然后需要再拿起来讲电话 这其实都是在整个三星 跟这些发展可劳式AMOLED 这些的一个厂商的一个概念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只是因为现在的技术含量还不够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包含现在DEMO 大概两绿只有两成 所以它要推出可以 可是价格会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现在变得是需要去突破那一点 那突破点是在于它的制程的技术 像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Super AMOLED的制程 以前是400度 现在已经降到350度去制造 然后因为它要用的是 你大家看到的都是用塑胶的基板 否则它不能那么弯曲 然后塑胶基板大概是250度 可是它们现在克服到280度 可是还是有落差 所以这个落差就要新的材料去取代 所以变成说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新的 即贾博斯 我们知道贾博斯带来的创新 它是连结 它是把以前的技术都ready以后 把它连结起来一个很好的应用 所以大家2岁到99岁都会划手机 可是现在它是带来是一个创新的应用 包含未来的衣服上面 都有可能直接 就是很多的科幻片你可以去看 它这个不是不能实现 就是衣服上面直接就是一个显示面板 然后所有的资讯都可以在衣服上面 这也是它们整个的 在这些大厂里面的Plan里面 其实也是它们的规划 只是时间不会那么快 因为我们预期 现在整个的时间的规划 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简单的 就是平板折起来变手机 可是它现在克服的是边边的问题 因为你一直折叠 它很容易荧幕就会有折痕 就会丧失它原来的功能 现在大概只能大概1万次左右 所以不符合现在的使用的习惯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认为还需要克服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说整个的一个 它们希望在2015年的时候 至少可以弯曲 有一点香槟片这样小弯曲 可是到2016年之后 它希望就像索安一样 所以我们认为说 它是有一些进程 而且那个速度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还来的快 所以所长刚才讲到 很多电影里面看到的 这种生活场景 在未来都是可实现的 就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 所以进步来看 这样子具有破坏性革命的显示器 未来市场上有多么大的可能性 目前可能是显示器 现在今年的出货量是320万片 预计到了7年之后 2020年可以达到7.92亿片 现在的营业额预估是1亿美金 但是到了2020年 预估的营业额可以高达413亿美元 最近不想要请教主角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 这项产品它未来市场的 可能的这种爆发力到底是有多大 我想这个所谓显示器将来可能是的话 这个商机是想象空间是无穷大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趋势预估的话 最重要是那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是成熟 这个除了在科技成熟以外的话 还有就是它的应用的使用者的 消费者的使用的情境的话 是不是合适 像过去iPhone它能够成熟 就是它的一个触控面板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去 手续这个所谓这个滑手机 去摄取一些很多的这种所谓资讯 以及应用情境 但是这个可饶式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手机的话 即使它的那个平均价格是在往下降 虽然大部分的手机 现在都是智慧型手机 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应用 它会有利基 就是说它的优势要大于它的成本的支出 那才会形成一些技术底下的话 一个使用情境的支持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待观察的话 就是说所谓这个三星 它的新的机种的部分的话 到底在可饶式的很多定义之下的话 到底是可玩趋势的呢 还是真正就是可以折叠 非常几千次几百次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是我们正在观察 最主要还是公文院在过去 其实在投资在可饶式的这种萤幕的话 已经投资了大概六年以上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整个 一百多人的中心的话 专门就是在做这种技术 我们是紧追着这个三星 三星它有一个利基 就是可饶式的这个显示面板 它在于就是说这个AM OLED 就是目前看到的这种 在三星的手机 以及在它的那个相机都有装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要先成熟 然后才会有可能是这个面板出现 这个是我们正在观察的一个部分 所以技术的成熟度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 也需要一段时间 就是在消费者能够使用到量产的这个路上 现在可能不是马上 但是是可以期待的 不过进步想要请到顾问 刚才您特别提到像LG 像Samsung在这个部分 已经花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进入到量产的阶段 台湾呢 台湾目前有哪些厂商 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市场 一起去竞争的 台湾目前是已经开发到什么样程度 或者是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也可以开始准备量产 是 据我了解 台湾的面板厂 友达跟群创 其实这三年其实是很辛苦的 他们这个公司赔钱赔了很多 所以事实上他们在这个可能是 应该是说有心无力 他们也想做投资 因为他们眼看着就是说 这个韩国的竞争对手这么厉害 幸好我们有一个工研院在 我们工研院真的是帮台湾 做了很多事 我想工研院在这个技术开发上 就我了解 我想苏主任当然更清楚 事实上是已经是成功了 但是要从这个研发到量产这段时间 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东西在量产上面 还是有一些困难度的 所以我想台湾当然这个接下来 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这些面板厂 当然是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在转亏为盈 接下来在下一个阶段 现在当然是很明显落后 在韩国的厂商 我觉得我们当然是寄望就是说 工研院跟我们的产业界 能够赶快达成这种所谓的合作 赶快把这样的技术量产出来 我想这个量产可能还是要两三年的时间 就是要把他的量力调到非常好 当然台湾是这一波的 我们说四大产业 它面板产业当然是有一点落后 你看到大陆现在也很积极 在做投资 接下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这个事情台湾是应该要加紧脚步来追上 是的确应该加紧脚步 所以想要请教苏主任 因为工研院在这部分 也帮助厂商有很多的研究 到底在这么大的可能面板 未来这么大商机里头 台湾厂商到底吃不吃得到 以台湾工艺院的定位的话 我们是在做前瞻技术的发展地 厂商现在正在努力的部分的话 再稍微往前推了三到五年 所以现在目前厂商的话 其实刚刚顾问有提到的 两家面板厂商的话 其实都在努力在做AMOLED 提升那个量率 然后让它眼前的商机能够转回 就是说他们公司由亏能够转回 赢的这个利基点 跟三星的这个独霸AMOLED的市场的话 能够稍微互相的公平来竞争一下 那工研院所做的话是 大概就是在AMOLED将来往这个 可弯曲式或者是可饒式的 这个AMOLED的面板的话 帮助台湾的厂商优先布局 大概早了大概两到三年 类似这样的部分来做分工合作 所以我们是满预期的话 就是说台湾厂商的话 只要它AMOLED的量率可以拉上来 那它可能就在短期之内的话 能够喘一口气 那工营院的话在这个 Flexible AMOLED 就是可饒式的AMOLED的话 紧跟着三星走 我们大概目前大概落后 大概一到二年 但是基本上的话 我们认为说台商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终究台湾在触控面板 在面板的产业的话 是仅次于韩国的这两家公司 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优势所在 今天所长特别桌上有帮我们带来的是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AMOLED 是 就是AMOLED大家可以看 它的竞争力是来自于 它不用背光模组 它看起来好像一面镜子 是 因为它很轻薄 然后呢 这是我们传统的 就是在做的液晶的TFT 所以它至少比液晶 可以薄到三分之一 甚至四分之一 所以它在整个的 不管省电性上面 或者是在运用手机 现在手机都说你没有一公分以下 就大概不能推出了 所以它那个薄度上面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在整个AMOLED 据我们了解 像其实像友达这边 它也可以推 只是推的就是它的PPI速 就是它的解析度是比较差的 现在我们大部分 你看到的iPhone或是神送的 大概都是326PPI 也就是你看起来 就是有点像HD的画质 可是它大概只有200PPI 也就是说它的解析度 大概要再盪一下 所以变成说它只适合在一些中低阶的 一些智慧型手机 事实上是有一些已经开始在市产 所以我们认为说在整个未来里面 AMOLED它因为具有它原本的优势 其实你放在电视上优势不明显 你要轻薄 你要说省电 其实你放在电视上 就开那几个小时 又不像手机 电视不是带在身上走的 是 所以变成说AMOLED 其实决战的关键点 是在中小尺寸 这样的一个尺寸 包含未来的平板 只是说可劳式这一块的话 我们认为反而是非常有利基点 因为大家都还没Ready 如果你去看SanSung 它是布了很多的专利 可是这个专利布局在可劳式那一块 其实相对没有它现在这一块 来得那么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三星其实它每一个做一件事情 一个事业 它是用10年规划 它在发展AMOLED 是我知道的时候是在10年前 它10年前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给投下去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研发能力 然后前3到5年的时候 觉得技术Ready了 所以它变成长成一个小的树苗跟果树 然后就开始就是大量的投资 大量研发专利 然后在未来 你看看到大概3到5年 这段时间就是大爆发这段时间 那个叫做丰厚的那种果树 已经可以摘成那个果实 所以它是有10年的规划去做的 所以它投入其实10年 是非常久的时间 其实我们在过去 我们友达其实也有投入 可是在中间的过程中 其实有中断 现在再接回来 技术上面我们认为可能 还有如同苏主任讲的 可能还有一到两年的一个落差 可是我们认为在可劳斯那块 以后市场很大 包含台湾像原泰的那个电子纸 它也是一种模式 因为你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个 Smart Watch这些 它萤幕不需要很大 可是它还很省电 因为省电 那个那么小你怎么去充电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变成省电是很重要 所以像电子纸 这些的东西都有可能运用到 所谓的我们现在Smart Device 尤其是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的利基点越大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一些科技技术 是有机会站上我们的一个舞台 好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 可能是面板之外 另外苹果有什么动作 事实上从去年10月到现在 10个月的时间 苹果都没有推出什么 让人家觉得很惊艳的产品 但是Tim Cook说 这一切即将要做改变了 甚至经济日报报头就说 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 苹果叫做挨挨挨挨不完 进步想要请教顾问 市场上到底传出什么样的预期 苹果接下来的挨神器会有哪些呢 我想苹果当然是 它在iPhone的部分 我们先讲手机的部分 当然它会推比较平价版的 现在被称为iPhone 5C 这名称是暂时的 网络上传出来了 这个当然价位会比较低 会压低到300到400这附近的价位 这个价位其实当然是比 原来的iPhone大概少了蛮多了 会对中低价位的手机 会造成一点冲击 在iPhone 当然iPhone 5S还会继续推 另外我们看到三个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当然它也都还没有讲时间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iWatch iWatch其实讲了一阵子 我想它的速度应该会快一点 另外一个叫iTV电视 iTV应该也会出来 但是好像iTV的问题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解决 时间也会晚一点 另外这个库克在最近讲了 它有iCar 就是汽车上面的作业系统 它很可能也会推出来 这三个当然所以就是说 i…i不完 都是i 我想这个对苹果来讲 我事实上我会从 每次我都从台湾跟整个国际 在竞争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苹果它拥有一个 我们说的软硬整合的实力 尤其是在软体跟应用平台上面 当它做好了之后 它可以延伸到各种应用去 我们刚刚讲的 汽车 电视 手表 穿戴式的这些技术都可以延伸过去 但是台湾如果我们只有硬体的话 我们要去追这个是很难的 我想苹果的这些粉丝们 我想未来如果真的推出汽车 推出这个电视 我相信很多的粉丝 还是会跟着过去用这些产品 因为很清楚的 在这个应用平台上面 它已经习惯了 这个作业系统它很习惯了 这个应用平台它很习惯了 苹果推这样的一些应用 我相信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虽然这个好几个领域 比如说像电视的部分 比如说像汽车的部分 汽车的部分现在事实上 苹果基本上是没有占有率的 大家很意外 在汽车上面 真正现在占5成的市占是黑煤机 黑煤机的作业系统 在汽车上面占5成 另外是微软占25% 苹果一个新的人要加入 当然他还面对Google的Android 这些大家都要抢劲来做这个汽车的部分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苹果还是会有一定的机会 也攻占到一定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竞争讲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软硬整合非常重要 台湾如果只是硬体 未来在这个整个产业的竞争里面 会压力会很大 不过除了苹果刚才讲到 爱爱爱爱不玩之外 他们现在传出有个秘密武器 就是液态金属 液态金属就四个字 问问生意的话感觉起来好像是魔鬼终结者 忘了是哪一集的坏人 就你不管怎么打他 他变成了一滩液体之后 还是可以重新塑造出来这个机器人的形态 但实际上液态金属呢 现在苹果的这个曲卡针 我手上这个 根据了解就是液态金属做成 它是一个新的合金的技术 但想进不清这样所长 这液态金属又是一个什么样新的概念可以去理解 因为看起来拿在手上蛮普通的感觉 是 因为这么说好了 其实现在智慧型手机已经到了一个 规格技术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你很难八核心 你弄不可都用不到八核心 为什么智慧型手机推出八核心 就是它的技术规格 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 它希望新的 尤其是消费者注重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荧幕大不大 第二件事情质感好不好 那在整个的一个iPhone里面 它一直诉求它是一个品牌跟质感的领先者 所以它在整个的一个液态金属来讲 你可以想象现在的一个铝合金 可是它现在更耐 更坚固 更耐用 而且它的色彩 其实你做完整的一个切面 成手机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像RAMBO的颜色 对 它会有一点像 所以不是像我手上这样 就单纯一个金属的颜色不是 这个因为它太小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显现 完全体现它的一个质感 可是因为现在的技术 据我们了解 至少还要在两到三年的时间 会比较ready 因为就我们从这些的一个高阶的 智慧型手机里面 它有两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 它要整个一体成型 现在是现在的主流 包含我们的可乘跟红准 它们已经进了大概1.5万台的CNC 所以这样一体成型是 大概每一个手机 大概是30到40美元左右 所以看起来就很有质感 可是另外一种是像那种 ABS工程塑胶 你看起来就是那种3到5美元 那个很大的落差 所以变成说液态金属会是大家去关注的 可是它不会是现在的主流 因为现在的主流大部分还是 头像所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 美铝合金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在未来我们认为说 Apple它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去看 如果去调它的专利库去看 它有很多的一些 包含TV怎么应用的一些手势 包含它推出新产品 维投这些 其实维投影机这些 它都有申请相关的一个专利 所以它的布局事实上是非常广泛的 那它会依据它现在的产品的成熟程度 iTV之所以不成熟 不在于它的价格 它的尺寸 在于后面的一个内容 没人要提供给它 所以变成说有线电视不愿意提供给它 你就变成只是把你的iPhone的资料 透过你现在的Apple的TV的那个box 99美元就好了 就包在你的电视上就好了 也不需要去做那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认为说很多时候在Apple这边 有使不上力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些内容的一个提供上面 我们认为除了它自己的平台以外 其他也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是加强包含跟大陆 其实我们在谈那个软体 我们过去10年 其实没有成立任何一家 大型的软体公司 可是他们衍生了腾讯 衍生了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马云 甚至有做一些支付宝 它可以让小额信贷 比给那些银行的呆账率还要来得低 而且借钱还更方便 它创造出很多的模式是在服务 因为人够多 所以我们认为说在有一些的合作上面 是可以试着就是两岸 去做一些结合以后 再衍生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规模 那这些是一些像Apple的公司 这是很难切入的 好 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有讲到 其实今天台北3C战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观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去 如果有去的话 不晓得能不能感受一下 接下来特别下半年 科技新趋势会落在什么样的地方 先进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马上来讨论 好 刚才在节目现场 特别的秀出了我手上的这一块OLE 薄薄的一块像镜子一样 最新的这种面板科技 未来可能更大幅度的 运用在大家手上的 这些智慧型手机当中 但除了科技上头的创新之外 政府有没有一些政策上的保护 要带你来看到 白宫在上个星期六 做出了过去26年来 都没有做过的决定 他们否决了先前ITC 针对了苹果部分产品 不能够在美国进行贩售的 这个行政裁决 他们否决了 先一起来看一下 下面这次报道 iPhone 4这样销售画面 未来在美国将继续上演 无事于国际贸易委员会ITC 6月4号针对苹果侵犯三星 一项专利的禁售令 美国白宫正式驳回 包含iPhone 3G S和iPhone 4 以及iPad第1 2代的3G版 原本禁止销售 不过美国总统欧巴马一封信 考量美国经济竞争 以及消费者权益 决定对智慧财产权益 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 26年来手开先例放行了 这个也有点保护主义抬头的味道了 毕竟呢 这个专利的部分呢 在全球已经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美国压巴士的保护主义 就是因为iPhone 5 去年第四季销售亮眼 今年第一季却大幅砍单超过一半 根据调查 Android去年第二季 全球市占率将近70% 今年一举提升到近80% 反观苹果iOS 却年减三个百分点 维护美国自家品牌 欧巴马货出去了 相关供应链表现亮眼 红海澡盘跳升近4% 红准最多也有将近3%涨幅 大力光同样激情演出 但分析师认为 中长期还是得看9月 低价iPhone的表现 应该是对三星的杀伤性比较大 那对其他的 像红达电 或者是中国的手机厂来看的话 应该影响程度是维护其微 白宫开先例 三星冲击最大 红达电逆势走扬 实施库藏股护盘 威力发酵 盘中工上涨停 重回150元价位 王雪红乐观期待第四季 在苹果禁售令解除后 手机站的盐小魏更显浓厚 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 美国白宫做出了26年来 第一次否决ITC的行政裁决 这样的决定 竟不想请到顾问 所以在一个高科技产业的 发展过程当中 政府的态度 这种本土保护主义的态度 也是很重要吗 是 即使我们讲 现在产业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不只是美国这样做 中国 韩国都这样做 我们这次来看 这个手机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说 苹果是美国一个 非常重要的命脉 它掌控的是整个全世界 在3C电子消费 整个我们刚刚讲 不是硬体而已 是这个软体的应用平台 这个掌握住了 我们刚刚讲 它可以做很多的应用 所以我想这个 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不意外 其实我们去看很多 我们刚刚讲说 产业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 你看到比如说前一阵子 台积电的这个大客户 这个Altera 这个回到美国去做生产 不给台积电这个下单 其实这个我们了解是 背后其实当然是有美国政府在后面 他不希望台积电太强大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DRAM的竞争 你看美光去把Alpita买下来 这也是很清楚的 美国不希望看到韩国太强大 所以他把这个日本也平常买下来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对台湾的 对大陆的这个太阳能 做这个双反的这个一个政策 事实上你也很清楚 欧盟当然也在保护它本地的 这些做太阳能的这些 这个不管是sale或者是模组厂 这一连串的动作 尤其我们看到现在中国 中国的这个保护 其实老实说这个是更明显的 他们有太多的这个产业政策 产业的优惠 租税的减免等等 都在鼓励本地的企业 那韩国更不用讲了 大家都知道 韩国的这个政府跟民间 其实是一挺的 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政策 事实上都让这些大财团 在整个国际间 拥有很多的这个竞争的优势 那反观我们台湾 我们事实上在过去 我们整个对高科技的这个 不管是这个奖励措施 投资抵减等等 我们都是拿掉的 所以你现在来看就是说 我其实从这件事情 我去看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产业的竞争上面 其实是的确是弱势 而且我们又没有市场 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 home market 我们自己的市场 那这些国家 要都是用他们这个市场 在做很多的这个保护的政策 所以我觉得 这样来延伸的话 就是说台湾的产业的竞争 其实真的比较靠民间 自己的力量 我们政府的部分有待加强 我们政府其实扮演的角色 其实真的很少 不过回头来看到Apple 苹果 最近大家还满期待 它接下来有可能会出现 iWatch这样的产品 这种穿戴式的产品 那么这几天呢 在台北市贸的3C站 电脑站 就凸显出接下来 科技产品的三个趋势 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这种穿戴式的装置 另外一个是触打双用 可以触控式 跟你在过去打keyboard双用的 这种呈现的方式 另外还有就是云端的应用 想要请教一下主任 怎么样带我们来看到 我们从这次电脑展当中 所衍生出来的这三大趋势 其实我们都在看一个 就是说从手机 现在是最大的这种 行动智慧装置的话 还有什么东西 会比手机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推想的话 就是说其实很难去想象 有一个下世代的装置 会比目前手机更大 但是所有跟手机 可以去结合在一起的 都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 比如说在车子里面的 在家庭里面的 甚至就是说 在看到这个iWatch 这种行动的这种 智慧的表里面的话 其实都是跟手机 要去做连接 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 未来几年的话 手机可以看到被取代的 但是又回到就是说 这个创新应用的话 我们是认为它要有科技技术 它要有消费的行为习惯 最终的话要能够赚钱 所以谁愿意把口袋的钱掏出来 来付这些新型的科技应用的话 其实是关键 刚刚我们谈到这个所谓 苹果下半脸会不会连三哀 这个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说过去的话 其实苹果为什么会打得别人哀哀叫 是因为第一个i是iPod 造成大家去使用这种数位音乐的这种情境 第二个i是iPhone 所以我们会用手机去滑就是触控 第三个i的话就是iPad 这三个的话其实打得大家哀叫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白宫这一次出手的话 我想最会惊讶的 然后最会不愿意见到的 可能就是贾博士 如果他还在世的话 以前贾博士还在的时候 他只需要美国去执行 这个专利的保护权 他并不会在这个专利的制裁里面 会打输三星 或是打输其他以前的厂牌 但是曾几何时 这个苹果的产品的话 除了新的机种 那个新的应用的话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说 这个iPhone之后的话 这个所谓这个iWatch 或者是那个iTV的话 到底它的应用 有没有我们今天没有想到的 你如果去看这一次三星展的话 Samsung的Smart TV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然后很多国内的电子大厂的话 那个所谓iWatch的产品 也是Ready在那边准备 可是就不晓得说 苹果这一次下半年的话 它的三个i i i i会不会自己i i叫 就i一声叹气的i 这个是我们有待观望 就是说这个应用面的话 其实是重要的 那再回到刚刚顾问所讲的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台湾过去的确在这个应用面 是落后的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代工很强 但是在自由品牌的话 像宏达电其实也受到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些所谓solution的硬体 即使是一些软体的系统的话 也就是台湾都出来的 但是究竟在那个创新应用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还满期待的 为什么因为台湾过去几年的话 在这个所谓大学生跟高中生 在国际在做创新应用的话 全部都是得奖 所以我们在源头的话 应该是不会输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过去的话我们看到 在大陆的话 有开心农场的成立 在芬兰的话 有这种愤怒了的成立 我们事后诸葛亮来看的话 就是有点像是说爱人结婚了 但是新郎新郎不是我 不是我不能做到 而是我为什么没有先去做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满乐观的 就是台湾的新一代的话 假设我们能够多 挹注一点这种力量 就是产观学业 然后加上年轻人 我是认为说苹果的话 我们也看到 他绝对不是不倒的神主牌 他也有今天 需要美国白宫政府出手 这就我就讲说 贾伯斯在世的话 他也会落泪 这个部分也讲给Tim Coutinho听一下 好 不过刚才有讲到 这个穿戴式的装置 我今天所想特别带 我看你这表 哎 蛮酷的 是 这个的话是 现在大概市面上 大概卖九十美元左右 所以新台币也不用三千块钱 对 两千多块 然后它的功能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显现时间 然后显现包含日期 跟是不是天气跟温度 我中午来的时候 它是出现一个大太阳 然后三十六度 然后现在大概多云 三三度 可是更重要的功能呢 包含说 人家打电话来的时候 通常你要拿手机 尤其你在开会 在什么时候 你到底要不要拿 对 结果你看一下 这电话很重要 你可能就接 那不重要 你自己就会省略 那包含有一些 Nine啊 APP 其实进来的时候 它都会显现 那你可以去判断 你到底要不要去 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变成说 在整个的一个 Smart Device来讲的话 现在已经有推出 九十美元 其实这个 它卖得非常好 大概卖得 大概有一百万只 可能将近有了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量上面呢 其实像感恩节啊 夜旦节 这是美国因为找不到 值得去买的一些礼品 他们最喜欢买的是 九十九美元 所以价格设定在 九十美元是有道理的 是 然后就变成说 你送礼之用都很相宜 那它现在来讲的话 它用的 最主要的关键是 在包含电池 还有包含它整个的界面 它现在是用黑白的 其实是可以用彩色 像电子纸 甚至AMOLED 可是因为这个是用 Sharp的一个 Memory的一个TFT 它是比较省电 它的省电 号称是我们正常用的 液晶的千分之一 所以变成说 它是非常省电 才会去用在 整个的Smart Watch上面 因为它需要电力 否则你要常常充电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消费者 除了礼品市场以外 你说要去做一些 让大家去习惯这个产品 其实还有困难 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 戴自己的手表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现象 是包含是说在一些专业领域 比如说有一些是医疗 医疗结合 你可能是一些家里有老人 它可以结合你现在整个的一个 你有没有整个的一个脉搏 整整的一个状况 血压压 然后血糖这些的一个状况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一些专业领域 专业领域里面 包含我们常常说 类似打告夫 你去的时候就带个表 你就知道你朋友打几干 你知道自己要努力 类似这样的一个运用 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 我们Smart Watch的市场 我们是看到它一个新的商机起来 只是说现在整个的一个厂商 我们并没有办法太乐观去看待说 这个市场会大爆发 因为它现在主要还是配件 因为iWatch会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Apple在今年就出了 将近1.7亿的手机 可是它没有什么配件市场 它的配件市场如果能推 像iWatch这种配件市场 它只要有1%的Apple米愿意去带 它就有1700万支 对它的一个营收是非常 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 因为我们先前也知道说 因为第一季的营收公布 跟获利公布的时候 Cook很担心它自己会被换掉 所以它变成说它在下半年 其实有很多的技术 在我们认为在贾伯斯 根本就不会推的 因为它认为技术还没Ready 应用还没Ready 消费者接受还没有Ready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比较保守 可是在Cook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依照 技术的蓝图 去推相关的产品 所以我们预计说 在这些相关的iWatch 或是iTV推出的时候 其实可以造成一些风波 那我们在Smart TV 也就是在iTV这边 是很希望它创造一股风波 就像iPhone一样 否则大家买那个智慧电视 Smart TV回去 那个我们统计过 10个人只有1个人会用 其他9个人就供在那边 一样还是看你习惯的东西吧 就是说你的朋友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你就说我是用三星的 然后秀给你看有这些功能 然后呢 可是你要想过 这Smart TV 两年之后就不Smart了 因为它的所有功能 其实就没有那么fancy 也没有那么强 我们知道说在整个科技业里面 大概两年左右 就会做一些替换 所以变成说TV这边的一个Smart 要需要一个像 我希望是贾博斯有办法 在临死之前已经创造出 它的使用的情境 否则我们认为以Cooker的思考的逻辑 太像现在所有硬体的厂商 在思考的逻辑 是没有办法创新的 所以我们在观察就是iTV 如果有办法造成iPhone那样的风潮 那我们认为Smart TV这种 就会大量的一个风险 所以到底未来 我们的生活出现的科技 怎么样才会够fancy 才会够酷炫 其实最近在网路上 不少观众朋友没有看到 这片子叫做玻璃的一天 从你早上起床 玻璃就会调整它的明亮度 然后慢慢的你出门 开车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等等的 这个是美国知名的厂商康宁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康宁 国康宁 所拍出来的全系列 怎么样的生活运用 用玻璃的方式 你从云端触控的这些技术 看起来我觉得就是够酷炫了 我想请教一下主任 这就是未来科技 在我们生活运用当中大爆发吗 绝对是这个方向 谈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世界的话 之前的话有一个创新大师 叫Kevin Kelly的话 去年的话也曾来到台湾 他也是十几年前 就从台湾这边开始 关注这些科技的产业 这个部分的话 他主要强调就是说 未来的话就是这个 Screen Everywhere 就是说你到哪里去 我们就看这个现场的话 也很多这种玻璃跟显示器 将来都会应用上 我们跟三星或者是韩国的厂商的话 组织就比较不一样 他们是全部都是垂直整合 但是台湾的话是垂直分工 有时候垂直分工 在这些创新的应用的部分的话 的确是比较困难一点 包括我们比如说今天谈到蛮多 这种显示器的话 虽然工业在做前端的这个研究 但是面板厂商要进来 触控厂商要进来 然后上下游的这个 IC厂商也要进来 那有时候的话 不像三星的话 它一场独包 执行力会比较强 那台湾的话就是靠 就是说这种小众聚集在一起 但我们是不是创新力的话 将来的话是不是能够赢过三星 好我们等一下特别来看 刚才讲到的很多都比较属于是 高阶智慧型手机的层面 但其实中低阶 现在竞争也是非常激烈 杀身四起 待会针对这个部分一起来看一看 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手机市场 竞争这么一样的激烈 进入到了战果时代 手机款式之多 消费者看的是眼花缭乱 但即使如此 还是有厂商要投入到这个市场当中 包含了鸿海 上个星期推出来了 他们自己跟美国的合作伙伴 是一个投影机的品牌 复可视 一起要推出两款手机 都是属于大一幕尺寸的 包含有五寸跟六点一寸 价格蛮便宜 空机价是定在一万块钱上下 那如果今天绑约价多少钱 恐怕大家也非常期待 好除了鸿海之外 鸿机他们锁定的是在泰国的市场 推出了这定价在2500块台币左右的手机 希望能够抢进在泰国市战略的前三名 还有像是小米机 最近在台湾也很红 那么8月初推出了他们的新的红米机 定价是在新台币4000块钱以下 那么首先想要请教一下顾问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竞争 已经这么样的集体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厂商 想要前不后继的投进来 市场如果你只要占到一点点 我们说一年有17亿只的手机 这中间当然还包括一些比较传统的功能性手机 智慧型手机事实上在这几年是快速的成长 如果这些公司 台湾的公司其实你刚刚讲的鸿海跟鸿基 鸿海当然是比较做代工 他现在来推这个品牌 基本上我想对他来讲 当然有一点点价值的作用 我觉得其实鸿海推这个是有策略性的 就是说推手机对他未来 事实上鸿海也在推电视的这个市场 这些东西未来都是整合的 很多事实上很多的现在的Smart TV 用的那个遥控器是智慧型手机 所以这个未来这样的产品会整合 我觉得鸿海是不想要在这里有缺席的 对鸿基来讲更是关键 因为鸿基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很辛苦就是 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PC跟Notebook 这个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在这个质型手机 他也推展不开来 所以现在事实上整个产业成熟了 他要找到代工 找到这个技术 找到零组件 事实上都很容易 所以他现在是用他的这个品牌的价值 来推动这个销售 其实对他来讲 当然能够多卖一点 其实对他营收业绩的成长 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个市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比如说像大陆的小米机 事实上他上半年做了700万只 跟他去年几乎是超过了 700万只在整个中国大陆市场 也占到一点点而已 但是这个700万只 对一个刚新成立的公司 最近我们看到他的市值 已经在前一波的这个 这个融资的过程里面 他已经市值可以到1200亿了 也就是将近40亿美金了 一家才新成立的公司 市值就达到这样的规模 这样的规模实际上是很惊人的 但是我想他们用的当然是另外一种策略 他们比较着重在这种软体的应用上面 那每一家公司都有他的策略 那我觉得你如果好好经营 像小米机他也非常赚钱 就不见得真的 每一家公司的成本结构也不一样 你能够用到策略也不同 所以不见得是真的是红海市场 还是有很多人在赚钱 这个是我觉得我看到现在的状况 所以市场够大 你如果好好经营 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我们也静观其变 看看今年下半年 高科技产业会出现什么样 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艳的产品 好 等一下近段广告就回来 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大陆 可能会动摇国本的贪腐问题 习近平要怎么打贪 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中国的贪腐问题 这到底有多严重 得要从中国官方关闭了 107家非法网站开始说起 在7月底的时候 传出了有中国网站 每天帮民众打抱不平 除此之外 最大的功能就是揭露中国贪腐情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算是非常用力在打贪 但是也不希望家丑过分外扬 除了将107家的网媒 一一的关闭之外 甚至是连彭博社 以及纽约时报的中国网站 也全部南逃中国官方的毒手 现在通通被关起来了 另外被控受贿贪污 超过1.2亿台币的 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在最近也传出了就要开庭 但是薄熙来在北京的豪宅 也曝光了 这位在北京最好的市中心的地段 每瓶高达116万台币 总价高达了14.6亿台币 薄熙来背后的贪腐力道是可见一斑 在扳倒了薄熙来 刘志军这些大贪官之后 中国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吗 中国官场到底有多贪 有多腐败 甚至有可能会动摇国本吗 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 一起来讨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